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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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偷一份面孔 没来一次珍藏 那就是舞台坛的床间 传剧中的变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t Tate 点点 看着它 我就 Π产天开路点 点点 好像她好胜啦 梦式那是球满 南京回忽刘弓 走! 走哦 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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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的购物团是第一次到我们北美 所以说感慨很多 一个是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把我们的就是文化的东西 通过这样就是外事朝乌饭 这样搞的活动 就这样一个平台 也还是出来 然后一个是 再一个就是 看看这边的好的东西 回去我们可以进一步 我们提升我们民族民间的东西 让它更有一个好的发展法下 你好 我是叫安比王 王浩 我是四川同乡会副民主席 也是四川总商会的常务副会长 非常非常开心 你们来到我们现场 给我们加油助阵 这一次呢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我们四川的演出团 那这一次我看到的是 文化中国景秋四川 作为同乡会和商会 我们有义务和责任 作为一个桥梁 来把中国文化 带到我们加拿大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 尤其是我们的家乡 四川 希望你们 也同时也欣赏到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非常精彩的节目 今天我们也特别的邀请到 很多的 我们的政界的一些议员 包括福祉游先生 还有我们的万吉士市长 还有我们的很多议员 都来给我们 中国文化加油 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也来了很多的父老乡亲 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激动 看到这么多的我们的 祖国同胞 能够相距离他 也感谢你们 这么辛苦 谢谢 我是刘西加拿大 四川通宵会的会长 这次呢 我们很荣幸 接待了 四川省桥办 文化中国 锦绣四川的代表团 北美行到多伦多 这次到多伦多来呢 他们的阵容呢 非常非常庞大 节目呢也非常精彩 我们非常尤其是以前 他们这些节目 我们在国内都看过 但是呢 在海外呢 要看变脸啊 看这个滚灯啊 这种传统的绝技的话 就很少见的 对我们四川通宵会来说 这次也是一个 可以说是独立接待 一个这么大一个演出团体 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 我们各个 各个理事副会长啊 我们的会员 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这里也表示感谢 以后我们和国内 四川桥办的联系呢 也会越来越多的 有限的国内的人 来的越来越多 我们这边的话 也会做充分的准备 做为大家同胞 做更多的工作 好 谢谢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豆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